用你的大气,面对小人,对小人请打招呼,少说话,不主动来往,但不拒绝来往,不深交,但不绝交,可以给予好处,但不能占小人便宜,不要进小人圈子,也不让小人深入自己的领域和心灵,不要帮忙,不阻拦,不规劝,不参与,不讨论,小人多行不义,迟早会被大家认识到他的嘴脸。 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看你说你,因为这些言语改变不了事实,却可能搅乱你的心,心如果乱了,一切就都乱了,理解你的人,不需要解释,不理解你的人,不配你解释,因为日久不一定生情,但一定见人心,人贵在大气,要学会对自己说,并请相信,真正懂你的人,绝不会因为那些有的没有的而否定你。 养好你的大气,大气不是性格,是一种人格魅力,相信你,没问题,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,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,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的力量。 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,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,是一个人对社会,对生活所持有态度的一种意识,是人性的自然流露,装饰装不出来的。 大气是贪图大方得体,主事自然和谐,生活态度平和,不急躁,不懈怀,不该出手的时候甘若木鸡,该出手时让人瞠目结舌。 大气是总能高屋见灵的去看待问题,让人感觉厚重,像一本好书,让人当心回唱,不听不服,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,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。 一旦读起来让人爱不适手,受益匪浅,大气是一种忍让,不经意拿自己的汉养挑战别人的浅薄。 大气是一种淡薄,尽且名利浮云祸,卧心自有明月在,站起来腾腾正正,倒下去摔成八板,哦,断了字就不要牵连。 鸡流勇退,放弃时毫不犹豫,追求时指之以恒,不到目的绝不罢休。 大气是让人感觉定重,而不是敬畏,对朋友忠诚,对父母孝顺,站在一定的高度,而从不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, 更能拥得别人的光目相看,沉淀自己,多思考,多学习,其家,治国,平天下,也可以祝福到,在内心永远不要放弃, 抱开眼见,能跳多高就跳多高,能走多远就走多远,大气就是你自己,把自己养好,养好你的大气。 大气是一种谦虚,把瓶子水组式在瓶子里晃荡,三人心必有卧室, 不轻视任何人,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,不崇拜任何人,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。 大气是一种态度,孔子见其景光面不改色,都是品尝人,心中没有神,见贤私奇,而不是聚贤,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。 大气是一种境界,海的天焰天作岸,山灯绝顶,我为光,站得高看得远,大气是一种财富,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,谁也拿不去,爆发出来让别人叹为观止,隐藏起来让你从容立世。 大气是一种羞养,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,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,而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。 大气是一种深度,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,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。 做到真正的大气很难,若能做在你就成功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